市長關懷中心,為什麼有出來聽見事情要去? 因為這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放在家裡有三種人 一個是居家檢疫,就是說國外入境以後他先隔離10天 大部分現在也沒有住旅館,都要家裡 這個就變成我們區公所的關懷中心要處理 所以一個居家檢疫,再來是居家隔離,每一個確診者 隨便講一個,那個小學生,你有一個確診全班25個同學全部都可以居家隔離 那個一下量就很多,所以要居家隔離 還有一個是目前確診的放在家裡 所以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居家照顧 我剛才算了一下,單單台北市中山區公所 目前最終這三種人加起來2900人,不得了,這是龐大的負擔 中山區現在好像是台北市確診處最多最嚴重的地方 那這個法則系統上傳到區籍這邊,這個系統是不是有塞車場? 目前塞的嚴重,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改一個制度 醫院送檢訊後通知那個病人說,你PCR是陽性 他同時必須把這個資料送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這樣才能夠同步作業 以前是這樣,他通知病人 他也通知他們醫院裡面的感控小組 可是除了感控小組24小時作業 不然怎樣 他以上半日才來key,key到中央的把傳系統 中央審核夠了,再通知地方的衛生局 另外衛生局看到資料,再來找病人 平常要慢一天 現在大概三天都有問題 所以這個系統顯然要改 就是這樣 發揚自主應變的精神 我們就自主應變來處理